梁錦祥先生的專欄《2022》 標題為《全世界最危險的一份工作》 美國總統 2024年7月14日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進行總統競選活動 在賓夕凡尼亞州巴特勒的集會現場 遇到槍手射擊 又已被槍傷 這是不幸中的大行 假如子彈擊中他的頭部 即使不是致命 也會對他造成永遠傷害 由此美國在年底的大選 將會出現極大的變數 歷史學家總會問 歷史事件是偶然發生的 還是有所謂不以大家主觀意願 為轉移的歷史規律? 舉例說 假如在1914年6月28日 在薩拉熱窩巡視的奧地利大公爵 不是被成功暗殺的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 隨著發生的事情 例如 歐洲幾個王族穩落 俄式共產主義的興起 又是會不會必然發生? 特朗普遇吃 則不知際 我們能掌握的資料並不全面 只知道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 航空者是一名20歲的男子 Thomas Matthew Crookes 他是賓夕凡尼亞州居民 由於他在槍擊發生後短時間內被保安人員擊斃 美國警方大概只能翻查他之前在社交媒體或其他平台是否透過意圖進行暗殺 以及他的政治立場等等 特朗普看來只是輕傷 並且能夠發表聲明 首先感謝負責保安工作的特工 不過這次事件令共和黨極度不滿 指國土安全部嚴重疏忽 要求有關部門立即向國會匯報 由此 部分網上流傳的陰謀論不公自破 原因是在民主黨執政下的國土安全部 根本不可能與特朗普合演一出暗殺戲 相反 有目擊者聲稱在事發前看到行空者 並且立即通知保安人員 但後者沒有理會 這個反映保安工作有極大漏洞 以上情況也不是什麼大秘密 在美國歷史已經有幾位總統遇飾身亡 包括林肯、加菲爾、麥金里 以及近代的金乃迪 另外 列根總統也曾遇飾 而且是近距離 幸好只是輕傷 金乃迪遇飾案是20世紀的其中一個最大懸案 而且金乃迪的弟弟 羅伯其後競選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 也同樣被暗殺 巧合的是 今次總統大選 羅伯金乃迪的兒子小羅伯金乃迪也參加 分別只在於不競逐代表民主黨 而是獨立身份參選 基於他的家族背景 傳媒在特朗普遣遇飾後立即訪問他 這個反映出美國人對金乃迪家族仍是念念不忘 目前最關鍵的問題不是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 特朗普在之前的民調已經領先任總統拜登 後者的身體狀況不斷被質疑 再經過這次事件 美國選民可以說對兩個人的表現 可以說是心中有數 真正關鍵的問題是 下一日美國總統是否成為暗殺目標呢?